太上說法時 君中響語音 今天昆仁弘是來談 我的 本命靈魘是什麼 牽涉到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那我想 人生 我們這個人 動物 吃飯 賺錢 我想 但是到最後生命也是會結束 對不對 我想 有些東西是不會結束 而且說可以 無窮遠的 那就是靈魂 那我們 一直有靈魂 每個人都有 萬草萬物都有 那洪師說一句話 靈魂 是從 宇宙 開始 爆炸爆發以來 就有靈魂 就有靈魂 就有靈魂的存在 所以 洪師傅 很明白的說 200億年前的老靈根 我們靈的根 那靈的根 那個靈的本體是什麼 母娘 是靈的母親 這個也是簡單說 母娘沒有 只特定的 誰跟誰 畢竟 文字 才幾千年以來的 文明人類才有文字 那幾千年以前的 還是沒有文字 我們要用這樣子的 透徹的方法 來談 本命靈根 來談 我們的本命靈魂 那你說 我的靈魂是 來自於觀音 來自於佛祖 來自於 濟公佛佛 來自於三太者 這個是簡單的說法 畢竟 我們人拜神 那神的 神格 應照在我們人的身上 有時候也會 靈動靈跡 這個是簡單的說法 是方便的說法 畢竟 全世界各種不同的 一個方式 各種不同的人類 都不一樣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生命 肉體 本身它就會有 生 生命 生老病死 滅運生禁忘 從滅亡開始 然後再孕育那個靈 孕育那個靈 然後再出生 然後出生了以後 就一直成長進步 然後再旺盛 那旺盛的結果還是滅亡 是不是這樣子 人生這麼簡單 道理這麼簡單 苦空無我無常 但是 這個是道理 我們不能應該 就 就 就放棄了人生的努力 我們應該 很努力的 去完成 去完成我們的人生 是不是 完成我們的人生 這是重要的 所以說 您的本命是什麼 那洪師傅說 應該 貴根結底 從靈眼 從宇宙的靈眼開始 才是真正的 那有些是方便說法 那有機會 再跟洪師傅討論 謝謝 謝謝